蘭花小包吊雷其實主要有大概四種因素 第一個當然就是溫度上面的一個變化 蝴蝶藍在就是長花苞的時候呢 它的溫度啊其實就是盡量要維持一定 在要讓它抽花梗的時候要冷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影片 但是呢已經長花梗了要長花苞 花苞成熟那段期間不需要冷 它其實是溫度需要稍微高一點 其實就是一般養護蘭花的溫度喔 然後呢再來就是光照 有時候呢你會就是天氣不好啊 或者說其實你家裡很陰暗啊 其實那個花苞也不容易完全生長好 所以光照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因素呢其實是比較跟主人 養花的這個主人有關係 就是你經不經常挪動蘭花喔 因為它們對於不同地方 因為你不儘管是在同一個家裡面 不同的地方呢它的這個溫度濕度啊光照 多少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呢不要一下子拿來客廳 一下拿去餐廳或是拿去陽台窗邊等等的 挪來挪去 那第四個呢其實就是跟蘭花自己健康本身有關係 比如說有沒有病蟲害 比如說根系有沒有出問題等等 好這四個大面向呢是蘭花在生長花苞 成熟花苞那過程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影響到消包掉蕾的一些因素 那這邊看到啊這個蘭花其實它右邊的兩個花苞 其實最後是消包掉蕾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這顆蘭花在成長花苞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去動它的 那我能夠為什麼能夠這樣做得到的原因是因為 我每次給水就是定量 那我知道它就是那一個特定量的水 好比如說四分之一杯 它就一定會能夠完成一周的乾濕循環的周期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動它 因為你一次給太多水 它就必須要你就必須要去挪動它 然後把多餘的水倒掉嘛 所以呢你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對你蘭花了解 經過觀察了解之後 你就有辦法能夠利用你對它的了解 來在開花 就是說準備開花的那段期間呢 能夠盡量的去不干擾它 但是一樣能夠提供水 這樣的一個需求 當然這顆蘭花呢 我為了要保險起見 我在它成熟花苞的時候呢 我是沒有對它進行施肥的 也就是說花苞開始要長大 一直到開花這段期間 我是只有給清水 給這個PPM非常低的這個 逆滲透的水 就這樣而已 整體上來說 這顆蘭花今年繳出了一個 讓我滿意的成績單 希望它明年呢 能夠再繼續進步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